或者 為何有這麼多人 這麼容易受傷害 這麼難去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有這些過敏的反應 還有一些失效的反應 令他們長期在情緒之中被控制 做一個情緒教練 這兩點也是你們要記得的 考試有的 到達和離開 到達是甚麼意思呢 到達就是我對這個情緒的認知和接立 我接立 我知道自己是有害怕 我自己有生氣 我知道 我很深刻印象 我講一次我對於情緒的經歷是很特別的 就是在我讀這個軟木課程的時候 曾經有個 這個例子可能我都講過 曾經有個同學在分組的時候說出口 然後在個別的時候老師就問我 我相信他跟各個同學都問的了 當他講出口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覺 我們受了訓練 感覺就不是他錯了 他錯的就是 thinking 感覺是我的內心有甚麼感覺 我想一下 我覺得我是生氣 那個老師很大反應 立即站起來 立即伸手握手 恭喜你 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牧師 第一 做牧師很少會承認自己會生氣 第二 中國人很少會生氣 第三 男人很少會承認生氣 你是一個男的牧師 你會承認生氣 在當時來說 我就覺得非常有 即是被認同 原來我知道自己的感覺這麼重要 後來我發覺是很有幫助 就是當我發覺 譬如我和一些人相處 我覺得不耐煩 沒有耐心的時候 我需要處理的 因為神給我的意念 到了你將來上天堂的時候 雖然那個人是很不受幫助 但是每次幫他都是不耐煩 神就會問我們 你那時候幫人 你經常都不耐煩 而且越不知就越多不耐煩 那我就說 我需要忠心 我就學習 就算那個人真的不肯接受幫助 我都依然耐心幫他 依然是不會覺得幫他是悶的 那這個就是忠心 那我就留意到 什麼時候我覺得有些不好的感覺 我就盡快處理 即是留意到我的感覺 是幫助我自己提升的 所以我們能夠認知和接立 我現在是有點悶 譬如你在上課的悶 有什麼作用呢 我只是需要幫自己不要那麼悶 幫我自己怎樣留心 主動學習 主動學習和被動學習不同 被動學習習 正好聽我就聽 不正好聽就關上耳朵 但是主動學習這件事怎麼用得著呢 也有試過有 那我怎麼用得著呢 這就是主動學習 有時就算課堂有些悶 我也主動學習 那就沒有那麼悶了 那就處理了 我認知和接立 以及 協助受造者認知他的情緒 以及歡迎他的情緒的體驗 原來我生氣時會這樣 這樣就不會害怕生氣 原來我生氣時那些血會發發跳 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我擔心是這樣的 當作是一種經驗 就不會覺得很大事 但有很多人就不是 哎呀 很煩 哎呀 很慘 我們就明白原來很慘時是這樣的 我們明白就當作是 歡迎原來我可以有這種經驗 就允許他發生 不是代表以後都是這樣發生的 但是我承認是有這些情緒 以及教練幫他說出那個感受 即是說出 你在當時有甚麼感覺 你當對方這樣說話的時候 你的配偶這樣說話 你有甚麼感覺 讓他講出來 幫他辨識到自己的情緒反應 是不是屬於由處境引發的基本情緒 如果不是就協助他們把基本情緒發掘出來 即是說 譬如這樣 每個配偶的太太 想她說話 她又不說 那太太就掩握她 她就引發她那些無效的情緒 無效的情緒是甚麼呢 我很厭煩我太太我想走 就是無效的 其實她有一個有效的反應 我不喜歡她這樣 OK 不喜歡她這樣 我知道我不喜歡她這樣 那我怎樣處理呢 就嫌不去一走 或者過敏 是這樣的 我這個人失敗 我永遠的太太都不喜歡我 那這個就是一個過敏的反應 過敏即是敏感 一個失效即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就是想走 過敏就是 唉 子女又不要我 太太不要我 沒有人要我了 這是過敏 那就知道了 去回到 原來最基本的 我是有生氣 我有生氣的時候 我就怎樣處理 我怎樣處理這個憤怒 我們都可以讓她知道 這個讓她知道 這是要小心的 因為怎樣方法 可以有時用希望來做一個wish 就是我希望我們能夠正面溝通 而不是你告訴我我怎樣做錯 我希望 不過她懂得這樣說 她就會回應 但這個就是要學習 就是表達 我想我們能夠平和溝通 平和溝通我會舒服一點 我能夠和你溝通 這個就是 她知道她這樣不喜歡 她知道不喜歡太太這樣反應 於是她說出來 這樣就可以大家處理了 她找出她的基本情緒 然後第二步就是 到達之後離開 第一到達 第二離開 離開的意思就是 我到底這個反應是否健康 現在是健康的 作為下一步行動的指引 如果我有生氣 我怎樣處理這個憤怒 至於怎樣處理和你的關係 那就會 我就根據這件事 我就處理我的情緒 讓我可以放手 當我們明白我為何會不喜歡 我處理到 我就可以將這件事放手 放手我就不再繼續不開心 我可以開心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 我們明白我們這個情緒反應 我們就會有處理 基本上人際的問題 都是會引致我們內心的感覺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會壓抑了 因為我們覺得不應該有 不應該不開心 不應該不喜歡 但是的確有 我知道 原來她這樣跟我說話 我就不喜歡 我需要找個解決方法 這就是正確 我知道原來她這樣說話 我就不喜歡 我需要說出來 不過怎麼說呢 是方法 可以找個方法跟她說出來 大家處理 譬如好像之前說過 她覺得 好像有些 太太 take over了丈夫 覺得有些 不開心 好了 知道這件事需要處理 那我怎樣去處理 就可以大家談到她 我提議 大家能夠很輕鬆地談 任何一件事 我都想你take over多些 負責任多些 那我就會更加開心 而也給了機會 丈夫去負責一些東西 丈夫負責的時候就說 我這樣我就開心了 那就是知道我的感覺 而用一個正確的方法處理 就會解脫了這種情緒的影響 那這就是一個健康的處理方法 而不是 都不知道為什麼不開心 總之不開心 變成了對人不開心 那就對錯目標了 就變成了不喜歡的人 那如果那個受盜者的基本情緒 被平為不健康的時候 就可以認清這些情緒 帶來的負面聲音 即是不健康 即是沒有幫助的 沒有幫助的情緒 譬如怨恨自己 內疚 很多人都會的 譬如說 大家都可能聽過 有父母離世 很多時候的兒女有什麼感覺呢 內疚 我以前照顧他不救 如果照顧他救 他現在都未死了 其實 即是他已經很努力 但他心裏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 那這個是一個 失效的反應 也都是一個過問的 即是變成了好像take over 自己覺得自己內疚 那他又 蓋過了他對父母離世的憂傷 即是那種內疚 更強過他那個憂傷 他就忘記了他的憂傷 就經常注目在那個內疚 那如果我應用在牧師 有時牧師會這樣 即是普遍牧師都會這樣 做得不夠好 所以教會就不增長了 就變成自己又揹著一個淡字 重淡 很重 或者組長 那些組員不增長 不多 那些組員又不回來 心裏覺得很重 這個也是一個 失效的情緒反應 這個也是很有幫助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有幫助 然後協助這個受導者 找一個以及以重 他健康的情緒反應和需要 他有什麼需要呢 健康的基本情緒 是發自新的內心的聲音 挑戰那些來自不健康的情緒 破壞性的思想 學習在必要時作出調教 就是調教那些 因為失效的情緒 有一些不好的思想 那些思想是什麼呢 我是沒有用 我是失敗 我做得不好 沒有人喜歡我 那些思想 引致自己有這些失效的情緒 OK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 這個失效和誤吻 可能有時你會 有時可能是同樣的 有些是失效 都是過吻都行 所以大家可能有些混亂 但是不要緊的 這個不是很重要 主要說 有些是好的情緒的反應 正確的情緒反應 是會幫我們有行動 而有些是會令到我們 分散注意力 不懂得去行動 變成整個人軟了 整個人沒有力 或者怨恨自己 或者怨恨別人 那些就是失效的 或者是過吻的 這個很長的篇幅 我只是很簡單 盡量簡單地說這個 這個也是情緒的處理 不過很詳細這個方法 很詳細 在書裏面講了很長 很多 我短片都弄了很多章 那 這裡我不講 它有這樣的 第一個階段 互助 互動模式降溫 就是幫助它降溫 然後第二 改變互動模式的位置 怎樣幫它們改變互動模式 第三 整固 即是用它鞏固 這裡開始都是評估 描述他們婚姻的關係 就是觀察他們互動的過程 以及界定他們二人爭端的主題 它有很多個步驟 這個是步驟一 看一看總共幾個步驟 九個步驟 很簡略地數過 不過大家 拿到一個想法 其實它是有幫助 但是觀念基本上就是 原來明白我的感受 接觸對方的感受 能夠大家說出來的感受 是會帶來醫治的 這個基本上是這樣的方法 然後 這裡 第六那裡說 它會以情緒痛楚 鎖奪 情緒需要不安寧相依 insecure attachment 的角度來理解問題的框架 就是它裡面的重楚 好像鎖奪一些東西 它的情緒有什麼需要 它的 insecure attachment 就是說它想有好的關係 但是沒有好的關係 來理解那個問題 步驟二 界定面的互動模式 界定他們的負面 這個負面 留了一個負字 因為我這個是用工具 替我掃那個文件 掃了它 然後有時候 留這個字 我看不到 界定負面的互動模式 界定他們 即是有時候 他們兩個之間的情緒 比如一個是猛 另一個是害怕 這個負面的情緒 就請他夫婦 描述上一次爭執的時候 有什麼反應 就請他們分別向對方說出來 能夠說出來 有輔導員的時候 說是比較好些 即是能夠說出那些 而不是冒犯對方 也都不是 就是盡量在夫妻的關係上 不是說話冒犯他 只是說出我當時有這個感覺 然後這個輔導員 就會探索他們背後的感受和需要 他又有個雜作幫助他的 這個雜作我們不詳細說了 識別你的角色 有關 這些性格的角色 都很有幫助 即是有些人是支配人 有些人是順復型 經常都是順復人 有些人是正確人 覺得自己是對的 錯誤型 好像覺得 人家覺得自己錯 自己覺得自己錯 領導型 跟從型 即是人很多時候 會有這些角色 在他裏面 這樣就 見識一下 你在這個位置上 有什麼相關相依理論的核心 軟性的感受 即是會不會覺得脆弱 孤單 傷心 然後呢 他想 他向對方說出來 這個就是他這個輔導方式 主要想做的 就是他 辨識一下你裡面 有沒有些什麼 覺得 缺乏安全感 不開心 失落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說這些 為什麼呢 說這些 即是 你很強 我很弱 我現在需要你幫我 我需要你陪我 很多人就不說這些 那他們用什麼方法 用的 老虎的方法 你不理我 你不理我 你不關心我 就不會說 我想你關心我 我喜歡你關心我 人喜歡就會這樣 為什麼 寶寶仔 這麼被人喜歡 因為寶寶仔 是很喜歡 他的父母 關心他 我自己有一次 很特別 我在那裡 輔導一個人 在外匯所 在窗外面 那裡的走廊 有一隻小鳥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小鳥會跑到那裡 另外一隻小鳥在上高 那一隻小鳥來到 就把東西拿下來給牠吃 為什麼不是鬥在那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隻小鳥下來的時候 那小鳥怎麼反應呢 真的這樣動 還有大家有時候 看到一些影片 那些小鳥在鬥裡 就這樣動 這些就是牠的反應 反應牠的需要 為什麼人這麼喜歡狗呢 因為狗永遠都需要人 牠永遠都喜歡 真的 那個主人離開了 牠每天都在等牠回來 一見牠回來 很開心 所以人就喜歡 跟狗做朋友 因為狗是會 永遠都需要牠 但是人與人之間 就喜歡擺架子 喜歡要聰明的人 所以就不肯说出这些东西出来 这个辅导员就会帮他去发掘 有些什么相关的远性的感觉 有些是想支配对方 或者是顺服一方背后害怕 背后害怕发露或者不肯定的感觉 总之发掘他里面的不同的远性的感觉 还有就是识别并表达出对亲近连结和身份相依的需要 我觉得很伤心孤独或者害怕 我需要有人认同我需要喜好有定立的界线 这个很少人这么说话 介线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两个人关系什么关系 保持这个关系不是超越界线的 不要投诉但是表达出核心感受和需要 这个是他这种辅导方式的特色 是讲到情绪方面的 大家你和你的朋友和夫妻都可以这样操练的 当你能够说出你有些情况之下 那些内心的伤害或者不开心 但是不带着指控 你会发觉关系会改善的 你会发觉呢 就是说你信任对方 对方觉得你信任他 他就会觉得 就是和你的关系有信心多很多的 然后这里的回应 他就会认识和聆听和接纳配偶的感受和需要 尝试理解对方的经历 将心比心 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明白和欣赏 告诉他我明白和欣赏你的看法 或者感受你的看法 然后就是 找出未被察觉的深层情绪 因为这些很详细的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通过这些东西 总之就是有些未曾察觉到的 因为不是每个人能够说出来的 需要去找那些未曾察觉到的 OK 这里我特意转了自形 基本疗法 夫妇如果要理解和回应配偶 就要先把自己在关系里面的经历 加工和具体化 以下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追和走 两方面的深层感受 他的疗法就是什么呢 将自己的经历 他加工的意思不是好像 加一些东西上去的意思 就是将他能够说得清楚 具体化这样说出来给人听 将自己在这个关系的经历里面 有些什么感受说出来 这个是一个表 逃避者很多时候会觉得 被拒绝不足害怕失败被压倒 追索者就觉得受 对不起 受伤害孤单没有人爱惜被人忽略 这些就是双方面可以有的感受 这些都是其他的感受 好了 被步骤四 从深层情绪的角度 这个又错字 重新界定这个问题 重新界定 界定问题就是什么呢 这里大家看到 原本界定为一个苛求的太太 加上一个逃避的丈夫 这个是原本的界定 好了 重设界定是什么呢 太太缺乏信心害怕被拒绝 丈夫有一种不足的感觉 觉得太太行事强制 急需面前保护自己 即将解释改变了 以前就觉得太太要求这么多苛求 丈夫就一个逃避的丈夫 而界定为太太怕被拒绝 她很想得到爱 丈夫又觉得自己不懂得爱 不懂得沟通 觉得太太有时很强势 所以要保护自己 又不想说那么多情感 所以就退后了 即这样就一个重新界定 情绪取向的治疗核心 是将一些通常善于 属于善意和合乎心理反应的深层感受 和动机重新界定 即是有些内心的一些感受 能够结合受导者的情感 和行为上的经验 即将她的感觉 她的认知 即对于关系的认识 和行为的经验 能够重新界定 重新界定 因为她缺乏安全感 缺乏好像不敢说出来 于是她会逃避 因为她有这样的看法 因为她觉得太太逼她 所以她会这样做 这样就界定了 知道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即将她的情感 和她的认知 和行为 这些经验能够分辨出来 这样就避免用埋怨的句子 就用重新定义 那些背后的基本情绪 她这是一个例子 这里就说到 丈夫是逃避者 第一层的反应 她害怕 太太就是恐惧 羞恥 伤害 第二层反应 就是她变得麻木了 这个是无效的反应 她麻木了 太太就生气了 但其实背后最主要就是 她害怕太太这么强势 而太太就觉得 很害怕关系不好 就觉得羞恥 觉得受伤害 然后阶段二就改变互动的模式 就是创造一些具体的改变事件 就透过位置的主意 有什么需要和特质 有时人会觉得 那个男人这么大 男人 没有什么需要 他一样都搞定 他又赚到钱 做到很多事 他搞定 其实他内心有一种需要 他需要被认同 需要被接受 需要被爱 这些其实是需要的 不过他不敢说出来 一世都不说出来 有些人真的 我相信大家有些认识 尤其是上一辈的那些 他们一世都不会说 我需要你 我喜欢你 有你真是好 他真的不会说这些说话 因为他里面那些东西 他被否认了 他没有说出他的需求和特质 就是他反射性的回应 就是直接回应 以及背后被否认的经验的特质 他有什么背后的感觉 然后第六 就是增进受到者最配偶的经验 的了解和接立 好了 对方说出他原来这么受伤 或者这么孤单 那么想需要你 那么你明白原来他是这样的 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呢 可以说人人都有孤单的一面 人人都有失落的一面 不过这些说话永远都不说的 但是 在这个辅导员帮他 那么大家如果夫妻 也可以自己试试试试的 就是试试一些 某些情况 大家有的感觉 但是有些人说 都不用说这些啊 那么我们说吃玩玩啊 都OK啊 我们都挺开心的 那么这个是一种层面的关系 这个层面关系就是在开心的层面 但是里面的孤单永远都不能够说出来 就是永远呢 自己有一个耐心的孤单的世界 有一个不敢说出来的世界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说出来呢 是一种很好的东西 这个需要安全感的 我太太真的很特别 这个东西 她有时她说 我今天又很论证 她很开心地说过 我论证呢 我会不会很开心地告诉她 他来说 她那个自卫性 真的是放得很低的 因为她的家庭长大和我是很不同的 她的成长呢 她的父母是很接纳的 她看重她的 我的成长是经常被人骂的 就算我做得挺好 有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说我的 就是我的成长 就是潜意识 已经是一种 不能够那么接受自己错的 那种情况 她有时她会说 我今天又论证了 又什么什么 讲出些东西出来 那么当然那些 其实都不是什么 那么大不了的事来的 但是她很开心地说 这件事我觉得很好 因为她有安全感 首先她在家里有安全感 第二她对外有安全感 所以她能够说出她的东西出来 她有时都说 我一天三次论证 每次八个小时 就是说笑地说 其实她做事是很精明的 她很有记忆力 很精明的 就是她能够将她里面的东西 她跟那些人的相处 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受伤 有什么做错 她都说给我听 我相信她说给我听 多过我说给她听 因为她里面的安全感很强 我都学习去说给她听 她就跟我说 她希望我大事小事中事都告诉她 无论是什么事都告诉她 她是乐意听的 我又问大家 你乐不乐意说给你的配偶听呢 很多人不是很敢说的 说了不知她怎样反应 那可不可以由小小的事说起 说到大家都接受 这样的时候 什么事都说得 人就会很轻散 如果有一方面未能够接立的时候 如何处理她的看法 这个是会加强夫妻之间的情绪的表达和接立的 这个有一个习作 我们跳 先看看 由争吵到和局 这里就是说有一些配偶之间 有破坏性互动模式之后 就找出那个核心的感受是什么 目标是向对方表达出 你对双医渴求的感受和需要 就是大家需要对方的 认识这一场是一场争吵 认识你的核心感受 你的硬性感受背后存在什么软性 或者软弱的感受 硬性感受就是很生气 很激气 软弱感受就是觉得很孤单 不被接立这种的感觉 在一个骂完交之后一定有这些感觉 如果能够过后说出来 大家对于骂交的看法会很不同 认清你对双医渴求的主要关注和目标 是不是渴望亲密呢 是不是基本的关注保持和谐和维系的关系呢 避免做出这些攻击性的行为 有时有些人基本的关注是修补自尊 就很可能做出一些路火升级的行动 有些人他要保持自尊 我认识有人他离婚 但他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他离婚的 因为他不想人知道 他很辛苦 很辛苦 他里面其实要收藏 不能够接纳到这种东西 其实他很想得到 但是他得不到 因为他要修补自尊 修补自尊的时候 结果是他自己其实很惨的 就是做人这样是很惨的 然后直接表达出你的核心情绪和关注 这里表明你的想望 就是你想什么呢 就是你感觉被遗弃被批评 没有人爱惜 承认我有这些感受 就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很怕失去你 我觉得我自己令你失望 我不喜欢你纏着我 我需要多些私人空间 我很怕你发怒 这就说到逃避者 即是说能够说出自己的感觉和想 在知觉论我曾经提过 Awareness Will 记不记得 I do, I act, 或者行动 第二就是I sense 身体感受到, 看到, 听到 第三就是I think, 我思想, 我认为 第四就是I want, 我要, I feel 很多人都不想说I want 我想你陪我, 我想你什么 是难于去说的 我想你买这东西给我就容易说的 物质容易一些 但我想你陪我 我想你跟我一起散步 我想跟你聊聊天 那些人很多时候都不敢说的 表达出那个上网 我希望我们沟通可以轻松一些 这个是很勇敢的 识别自己的基本需要有什么需要 以不埋语的方式 将这个信息传递出来 那就 不要强求对方认同你的看法 无论你的感受有多少合理 不要强求, 只是说出来 大家能够自愿性的去回应 那辅导员当然去鼓励他 有这个动力 当你回应的时候 大家的关系就会改善了 那你想不去改善 大家就享受了 有什么难了你表达自己的需要呢 如果配偶不能够回应 应该学习自我舒缓了 譬如有时候真的配偶不回应的 那怎样呢 自己舒缓了 接受这件事 神爱我的 我丈夫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他也有好的地方 他做不完我想的事 不过呢 都可以接受到的 那我就接受了 那我都不去想那么多 慢慢慢慢逐步 这样就自己舒缓自己了 由步骤七鼓励受助者表达 需求和渴望建立情感 渴望 其实这个我觉得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他想得到什么 促使投诉者软化的主题转变 就是这个投诉的人怎样软化呢 探讨投诉者亲近对方的可能性 检视投诉者要亲近对方时潜在恐惧 投诉者亲力亲近对方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行动 他有个人他有个人他有个人他投诉 他有个人他投诉说对方不亲近他 他就是想的他想他怕些什么呢 然后怎样帮助他去经历到和对方的关系改善呢 支持正在软化的投诉者 就是支持他他现在软化了 这个投诉者说出他的需要了 协助逃避者重新投入 这个投诉者就是那个追的那个 逃避者就是走的那个 就帮那个走的重新投入 支持逃避者重新投入 和亲力与对方亲近 这个都是鼓励他们尝试去和对方沟通 然后建立个关系 这个是将这个阶段讲出来 我这里我不讲了 第三是巩固期 就是说巩固已经学了的东西 OK 大约是这样的 我讲完这里一点点 化解相依失落之痛的步骤 让这个受伤的一方有机会重述 引致相依失落的事件 有件事令他失落的事件 过程中或者会重新勾起 过去的伤痛的情绪 但另一方不可以否定或者淡化的事件 就是他曾经有试过觉得失落 不被爱 他就会可能勾起他的伤痛的事件 但对方不可以否定 不可以说你没事而已 是需要接受他 受伤的一方尝试表达那件事 对他的重要性和背后的意义 就是说你那次陪我 我那次伤痛的时候 你陪我多重要 那时候外层的愤怒会转为一些 受伤无助羞恥的感觉 就是说那些保护性强硬的情绪 会变为他能够表达出 他里面那种的软弱需要 另一方尝试放下害怕 对方埋怨自己的防卫 另一方就怕他埋怨 就是说那时候我不陪你 那你就怒了我了 就帮他能够放下害怕 明白这个事件对于受伤一方的意义和感受 然后明白原来他受伤害 那次我没有陪他这么大的伤害 或者我没有回应他这么大的伤害 丈夫没有回应他 原来令到他觉得 整天跟丈夫聊天好像跟奉祥聊天 他就觉得好像没有老公那样的感觉 就是接受到他了 受伤的一方进一步陈述事件 给他带给他的损失 以及对他夫妇关系的影响 另一方承认自己有错失 然后受伤的一方坦白说出 另一方所比喻的安慰和关心 是事件发生期间他还没得到的 当时还没得到的 另一方拥抱对方来表达关心 这个是重建相依关系的具体 就是说现在拥抱他 就是说我接纳你 整个解决相依失落的痛的过程 与传统所谓的遥述认错和复和相近 或者当中不同的地方认错 是有关于做错的事 导致相依失落 就是一个是好像做错 另一个就不一定是做错 只是当时原来没有关心他的感觉 而带给他的伤害 不单只是说伤害 而是没有做到 incident of omission 是没有做到一些事 造成的后果 OK 有没有问题 我们就停在这里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吸收 不过基本上的意思 不是很复杂的 或者他的过程好像很复杂 基本上是什么呢 找出我们有时在一些伤害的情况 我们内心里面有的感觉 或者一个逃避 那个因为不敢跟他说这些东西 于是会逃避 或者对方逼他 于是他就逃避 那种内心的感受都能够说得出来 而能够接受对方 而在当时接立他 能够表达出我们愿意去处理 这个就带来一个情绪的医治 两个人情绪的医治 其实如果应用在个人情绪的医治 都可以的 不是夫妻 是一个个人 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有个人 以前是 譬如父母遗弃他 朋友遗弃他 受了伤害 这个辅导的人 给他安全感 让他说得出当时他受的伤害 那种感觉 他说得出来的时候 而这个辅导员 就会接立他 原来这件事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 令到你很大的伤害 令到你很失落 这个过程 那个被辅导的人 就会觉得 原来我当时有这个感觉是正常的 因为很多时候人们觉得不正常的 还有觉得 没有人会关心我这个感觉的 所以就 没有人认同 但是当我辅导员能够认同他 当时受伤害 他就会觉得有人接立我 我是被接立 他就可以 将过去的伤害 可以放手和得到医治 也都可以透过讨告得以治 即是说原来人是需要将那些伤害的感觉 如果说到出来 他就会觉得 还有一个人会听他有回应 即是那个辅导员所以很重要 一定要懂得回应 感受到他的感觉 懂得回应他 他就觉得 因为有人明白我 我觉得我不是孤单 原来我当时真的痛苦的 我又能够接受我的痛苦 他反而就放手了 OK 这个都可以应用在 可以应用在医治自己先 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什么感觉 是很深层 可能一下子都挖不出来的 容易挖的那些 那些去处理了 你需要找一个人信任你 你信任他 应该是你信任他 你能够跟他说出来 他又能够接立你 你会觉得舒畅很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